你是什么菩萨 我们现在发心学菩萨 发心做菩萨 是什么菩萨 你是小菩萨 不是大菩萨 小菩萨跟大菩萨的区别有很大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殊米乐 祖贤 他都是大菩萨的 我们是小小的菩萨 还算不错了 所以经上称为我们什么 叫做出发心的菩萨 这个很重要 叫做出发心的菩萨 就是说刚刚开始发心来做菩萨 刚刚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今天开始了 刚刚发心来学做菩萨 而且学习当中有时候会放过失 没关系 忏悔就好了 就好像我们开始要念书了 从幼稚园慢慢的到学士 然后在所事 然后到博士 慢慢的学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来报名登记了 我来报名 我今天我叫邱老师 我叫阿宅 我今天要发 来发心 来报名 来登记 我要来学习做小菩萨 我刚刚入门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出发心的菩萨 佛在经上称为我们出发心的菩萨 但是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出发心很重要 我们学佛念佛 你那个出发心很重要 如果你的出发心是正确的 你今天所学的 所念的符号 不会走错了 只要你的出发心正确的 你出发心来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那个心是正确的 你一到逆境的时候 你不会起了忏悔心 你一到顺境的时候 你不会起了一个贪念 为什么 出发心很重要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学佛的人 那个出发心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导致你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目标 你不会走错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菩萨这个名称 在佛门里面 有很多学佛的弟子 你去问问大家 随便问问 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什么 菩萨每一天在做什么 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 你能够说清楚吗 你能吗 你能吗 人家都问 菩萨是什么 菩萨和菩萨有修行吗 菩萨 这个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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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称 菩萨跟菩萨有什么一样 你能够说清楚吗 这个菩萨是什么 不多 甚至于有时候把这个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神明来看待 这个很严重的 你看那个新加坡 你没有去过新加坡吗 请举手 新加坡 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叫菩萨寿 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观音庙 有没有去过 很多人到新加坡 一定跑到去观音庙拜拜的 观音庙的周围 很多那些素食的餐厅 卖佛具的 你看 很多那个卖佛具的 把那个佛像放在门口 很多人一进门 把这个菩萨碰一碰 有时候碰他的肚子 碰他的耳朵 碰他的脸 你问他 你为什么碰他 米勒菩萨代表福气 你碰他有福气会来 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 或者我们到餐厅去 你看我们师父 我上一次 我带我师父去 这个餐厅里面去吃喝饭 这个门一进去 大门一进去 有一尊布袋和尚 米勒菩萨在那个大门 米勒菩萨拿什么 拿一个金宝 这个把菩萨当作神 当作彩神爷来看待 这个就是严重的误会 真的 所以佛菩萨很厌望 完翁 这个复健话就说 很完翁 你让人这样欺负 被人家欺负 明明佛菩萨不是这样的 你看 但是人呢 把他当作什么 有一个 这个油钱树 这个油钱树 把那个米勒菩萨放在那边 等一下 胜利兴荣 赚大钱 发大财 阿弥陀佛 所以很多人 把这个菩萨都搞不清楚 搞不明白这个菩萨是什么 阿罗汉是什么 佛是什么 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学佛地词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叫菩萨 菩萨要具备什么的内涵 才能够称为菩萨 菩萨的活动的范围有多 这个都是要我们进一步来学习的